现在,上拜倒希望我们研究一种普及的手术 什么手术啊? 前口术 就是把每个人的嘴唇上下打两个眼 牵丝一穿一拧 1976年初夏 一个令人窒息的闷热的上午 上海进出口公司格委会主任何时飞的花园楼房的客厅里 何时飞的妻子刘秀英呆呆地坐着 她不久前因病提前退休了 刘秀英的病人说来也怪 动不动就哭 有时却又比谁都清醒 烧饭啊,操吃家务啊 都跟以前一样勤快 只是不太说话了 何时飞说 她是精神失常 十点刚过 何时飞手提两瓶好酒 走下楼来 她显得比刘秀英年轻多了 举止十分稳重 很有一些领导干部的风度 看到妻子又在发呆 何时飞连忙十分体贴地问 秀英 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不痛快 现在家里多顺心的日子 你还有什么新事不能跟我说呢 刘秀英摇了摇头 并不说什么 何时飞喊女儿何云 无人应声 她先挠了 冲流行音说 她自己的婚事 踏到袖子一甩 什么都不管 大为 大为 何时飞朝另一个楼梯叫了几声 她儿子何为 才懒洋洋地在屋里打了枪 何为今年34岁 从今是个很有希望的外科医生 但现在 却变得懒懒散散 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起来了 何时飞讽刺地说 大少爷 你也动弹动弹 外头火儿的阶级斗中不去参加 整天晃悠 这是对革命事业的消极代工 自私自利 何为打了个哈欠 晃了晃书说 我正在研究 我们伟大的文艺棋手推荐的 世界名著美国小说 飘 这难道不正是最正经 最最正经 最最最正经的大事 何时飞气得一转身对刘晰英说 赶紧烧饭吧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说着就气冲冲地把楼上去了 看何时飞走了 何为又往长沙发上一躺 妈妈小声说 别躺这儿 回头你爸看见又该生气了 何为不在意地说 放心我已经没救了 他马上会找个有出息的女婿的 刘晰英就停下来了 问何为 你爸爸给妹妹介绍了这个人 不知道人好不好 何为很严肃地说 根据报纸上介绍 他是天地下头等大号人 浑身上下毫无缺点 连肚气都没有 刘晰英听到这里吃力一劲 忙冲到小云房间 偷气十分坚决地说 孩子 你还是别答应这么亲 何为也说 我要是你 我就坚决地出去找欧阳 坚决不见那个唐有才 何为说的欧阳不是别人 重视何云的青梅竹马 但九年前的一天 他突然人间中发 从此就没了消息 连风信也没来过 何云这眼睛也都三十了 还要等下去吗 还是说 妈妈紧紧抓着说 孩子 听妈的 还是先别答应 小云迟疑地说 可爸爸说他好 大概还可以吧 刘晓英说 不 你爸爸他 他不会看人 孝云奇怪地说 你又说胡话 爸爸还能连个人都看不准 刘晓英叹了口气说 孩子 你不懂啊 正在这时 何为拿着桌布 和一个近况 边走边看着下楼来了 他要问问何云 对唐有才的到来 有什么想法 那何云铁青着脸 眼眶红红的 一看就是有新事 这也难免 从小一块长大 有点感情很正常 但那小子九年前 一声不空就走了 这样的人还值得爱吗 还值得懂吗 何云走到床边坐下来 何世费对他说 人要往前看 唐又才这个人啊 出身好 跟得重 在路线斗中中嗅觉灵敏 中央首长 对他也很器重的来 何云说 可是 有人说他 何世费马上打断 他的话说 嗨 人家是上海民兵的负责人 历史上哪个法家 不爱人吗 这个人前途无量啊 今天 你还是先见见唐又才 好吗 见何云仍不答话 何世费就换了一种 更温柔的口吻说 爸爸会害你吗 对不对 先见见好不好 过了片刻 何云走到钢琴面前 不由自主地弹起了红眉盏 一下子 他仿佛又回到了九年前 自己同欧阳平在一起的幸福时刻 何云沉醉在回忆之中 这时 一个风尘仆仆 两眼井井有声的黑兽男子 手提着旅行带出现在门口 屋里这熟悉的乐趣声 使他不由地站住了 他顺着声音走进来 站定了 迟迟地看 迟迟地听 那何云倾注着全部感情 谈完一句 筋疲力尽地自言自语道 结束了 永远结束了 就在他绝望之时 一回身 突然看见这个年轻人 欧阳 是欧阳 何云望情地扑上去 两人紧紧地握手 默默地相识着 好半天 欧阳平才说 我妈妈还在外头 何云又是一惊 啊 没播目 何云喊了声哥哥 忙碎欧阳平出门迎客人 何为听到是听见了 以为是唐有才 懒得理又翻过身去 好半天 才被欧阳平的声音惊到 几乎要跳起来 这时 满通银发的梅林 也由何云和欧阳平 扶着走了进来 梅林虽只有五十多岁 但哭的身子 连脉步都很艰难 何云忙把这一席事 告诉母亲 突然 厨房里什么东西砸掉了 欧阳平和何为都跑了过去 偌大的客厅里 只剩下疲倦的梅林 一脸痛苦地握在沙发上 这时 何氏飞买错回来 见屋里有人 忙问 你找谁 梅林没说话 只静静地看她 何氏飞一下子认出来了 不由得倒退两步 梅林接着说 是啊 一个叫花子的脏老太婆 跑到你这个干干净净的屋子 是怪吓人的 何氏飞这才结结巴巴地说 梅 梅大姐 我真认不出来了 这时 刘夏英突然跌跌撞撞冲出厨房 死死地抱住了梅林 崩溃大哭 阔别九年之后 梅林母子突然来到何家 两家人又惊又喜 都想知道对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何英问 梅婆婆 这几年你们 梅林说 没什么 现在前塞回乡了 在镇上每天扫地 平儿也因为我的问题 被迫从部队复原了 何氏愤愤地说 又是一大惺奢事物 十一级干部回家扫地 何云吃惊地问 这是为什么 欧阳平说 他们说妈妈是叛徒 旁重材料确凿 铁案如山的 可是呢 定案的时候又不让看 梅林诧异地问 怎么 你们都不知道 何氏飞连忙说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些人还有没有政策观念 我真想 给那个专管如法斗争的中央领导 写付信 要求他为秦桧落实政策 为谁 秦桧啊 就是对岳飞实现专政的那位 应该说 他是历史上最革命 最伟大的法家 为什么 他发明的莫须有定案法 对目前公共某些人的专政 大有用处 不过啊 他们现在比秦桧可高明多了 假材料啊 能给你弄上一卡车 梅大姐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 要经得起 我也糊涂了 刘秀英又抱着梅林开始哭 嘴里嘟囔说 梅大姐啊 你是冤枉的 你是冤枉的 何时飞立即对何云说 差你妈妈歇下去吧 她又犯病了 刘秀英的失态 梅林很诧异 何时飞说她得了神经病 何为告诉梅伯母 母亲两年前突然病了一场 就从了现在这个样子 看样子是受了什么刺激 何时飞却否认这一点 一个中学老师 他能受什么刺激 说不清说不清的 几个人就顺势坐了下来 梅林问 老何 还在干老本行吗 何为啥有见识地说 我爸爸这几年关于红通 现在是进中国公司的 各委会主任呢 何时飞笑笑 十分得意地坐在一边 屋子抽起烟来 梅林又问了几位老同志的情况 但有的已经死了 有的还在干小锻炼 梅林问小云在哪 何时飞说 在市公安局 小云 你讲讲现在全国通缉的 那个反革命吧 欧阳平问 这个反革命 有些什么罪行 何云勉强地说 他到处散发一些 悼念周总理的诗 梅林说 我可不理解 悼念周总理 均是反革命 何时飞说 悼念是假 他是借着悼念周总理 针对党中央呢 欧阳平更不明白了 这都哪个哪 何为说 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 这种事能说得清吗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梅林顺势问 大卫 你的外科医生 干得怎么样了 何时飞忙打断说 他这几年 都是混日子了 冲天的 顶儿郎当 无所事事 简直不配活在 伟大的 毛泽东时代 你原来对外科挺钻的吗 你和你的老师 不是还想医治肝脏吗 没事 事尽搞尖端 让你给我看看 欣儿竟搞这种手术 还是算了吧 何为忙问 看你脸色蜡黄 是不是肝不舒服 明里点头说 关了六年 大概是肝上有点小毛病 何为一件时间不早 就说 还是先吃饭 吃完了咱直奔医院 剩下的交给我了 何为忙着往厨房跑 看见桌上的好酒又说 爸爸知道你们要来 特地准备了两瓶好酒 还有一桌好菜呢 欧阳萍顺势问 何伯伯 你们家今天请客 何时飞嗡了一声说 小云的男朋友 过来吃个便饭 欧阳萍的心 像米真扎了一下 再问不出一个字了 就在这时 梅林突然扭着身体 倒了下去 大伙就赶紧往医院搜 情况比想象中 要复杂 估计是肝硬化 可能还有肝腹水 具体也要等换结果出来 何伯对欧阳很恼火 你该早点带他去医院的 欧阳苦笑说 我不跟妈妈在一块 他一个人在乡下 那里的卫生所 根本不准他看病 他的病理卡的头一页 就卡着个大戳子 黑拔了 何伯忙说 那你送到我这里啊 欧阳摇头说 妈妈没有一分钱生活费 我在北京郊区 一个小吃点当服务员 一个月的工资 三十二块 吃饭都不够 何音突然问 美阿姨的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会突然垮了呢 妈妈在运动中 被他们整整关了六年 吃喝拉水 都在一间三平方的小黑屋子里 那里头连个窗户都没有 最长的一次 他十四个月没见太阳 他们打他 踢他 拴着头发掉起来 让妈妈弯着腰 用细码绳在脖子上 掉了二十斤重的砖头 采取什么疲劳战术 常常联系十几天 不让妈妈睡觉 眼睛一闭 就用皮鞭抽 一闭就抽 别说了 重要再说 电话铃响了 市公安局通知何云 马上去参加紧急侦破会议 何时飞告诉何云 这个会一定要去 刚刚唐有才来过了 他特别嘱咐的 何云一脸的不情愿 开会他倒没说的 至于唐有才 已经没可能了 欧阳有点搞不明白 听起来 这个唐有才蛮有权势啊 何为说 岂止权势 他在上海探 呼碰唤语 要什么有什么 论官衔 他不过是个 屁大点的明明头头 可人家是上海 造反司令的小兄弟 说抓你就抓你 说怪你就怪你 谁敢惹他 当天下午四时 天气更加闷热 刘秀英在客厅 一向门外待望了一会儿 随即走到桌边 惊慌地抓起桌上一张纸条 撕成两盘 何时飞进门来 发现妻子撕着什么 一把给抢过去看了看 气冲冲地说 你真是疯了 这是民兵小队送来的 能随便撕吗 能随便撕吗 那何时飞还想再骂 何为跟欧阳 已经把梅林带回来了 何时飞客套地问了两句梅林的病 就说 欧阳啊 明兵小分队来人了 要你们带重建和单位介绍信 去报个临时户口 待会儿抽空去一趟就行了 他话说得容易 去一趟 怎么去 重建欧阳倒不缺 可单位介绍信 他自己倒没什么 可是妈妈 他们出生入死 几十年才打下这江山 可如今 自己却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 可谓说 这就是唐有才他们的专重 不服不行啊 欧阳一弄 略带戏谑地说 你变了 你竟然学会说凤凉话了 可谓说 我是变了 谁没变呢 不变行吗 这些年的路线斗争 搞得我晕头转向 说真话 犯罪 说假话 有功 说官话 保险 说屁话 高声 我就拿个手术刀 就说我想重名重家 走白川道路 算了 我是诅咒发誓 啥事不问 啥事不管 一日三餐 吃饱睡足就行 欧阳忙说 不能 这样活下去 简直可怜 你可以把心里的爱和纵 痛痛快快地大声喊出来吗 中国的老百姓 有拔意呢 可中国老百姓的忍耐精神 实在是太好了 不对 欧阳不能同意这句话 中国的老百姓会沉默 但不会永远沉默 但凡到天安门广场看过 清明界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动人情景 就会知道 眼前的这场沉默 绝不是投降 绝不是认输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雨 中国人民成熟了 中华民族有希望 沉默 沉默预示着什么 不正预示着黎明前的黑暗吗 说着 欧阳平拿出一本小册子说 我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试文 整理了这本小集子 你看看 这才是现在中国老百姓的真实面貌 何谓入迷地翻开这本 杨梅剑出窍 念了几段 便抑制不住地激动说 哦呀 你真是个有骨头的 这时 何云从公安局回来了 领了一项责任重大的光荣任务 那个被全国通缉的反革命到上海了 局里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 任命何云当组长 何时飞很有些意味地说 要不是唐欧才打招呼 你能当这个组长 何云很厌恶地看着他一眼 就本自己房间去 何时飞叫做说 别幻想了 他是叛徒的儿子 你们的事没有可能 何云眼里的厌恶更多了一些 不知真的 他甚至有点恶心 形势插去到刚才说话太重 声音也确实大了些 何时飞马上转到梅林房间 借探病的油头 看看里面人的反应 梅林一笑说 我是不中用了 社会主义的见识还要靠你们呢 何时飞裴笑说 尽力而为吧 何为一听这话就来尽了 爸爸你也太谦虚了 何为拿了一个近况告诉梅林 这坐在中间的是张春桥 他身后左边第三个 手里高居雨露的 就是我伟大的爸爸 从那以后 他可就红心高照 平步青云了 何时飞狠狠动了何为一眼 冲梅林说 美大姐 这九年来 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我 梅林摇头说 写信 得有笔才能写信 同样一个问题 何云也问给欧阳 更关键是 当初为什么一走了之 连个招呼都不打 欧阳苦笑 我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反革命 我不能跟你见面 不能跟你有任何联系 否则 何云猫问 因为什么 四七年梅阿姨犯了什么罪 欧阳说 叛徒党的叛徒 何云就傻了 四七年 不正是梅阿姨送我爸看病的时候 让我爸写个证明材料就行了 欧阳说 没那么简单 远没那么简单 他们想把你定罪 根本不需要什么罪证 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给他们证明不了什么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只有杨梅剑出锹 何云心里咯动一下 就是到处散播 失级的那个反革命 上面还特别指定 要我负责破这个案的 欧阳画到嘴边 噎了回去 走远了些 冷冷地说 小云 我也就有爱人了 我今天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 何云的眼泪夺空而出 他再也没有办法面对欧阳 一个人跑回了屋子 这时 电话铃响了 何世飞接过电话 冲梅林说 哎呀 又来催了 明明指挥部又要催你们去报临时户口 梅林说 你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 我准备去睡马路 何世飞搭了去 就屋子上楼去了 欧阳平说 妈妈 我们今天不该到这里来的 梅林说 我是想打听几个老战友的下落 还有你和小云的事 欧阳平痛苦地说 妈妈 请你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这事对于我 已经不可能了 梅林吃惊了不 为什么 梅林一着急 又感到一阵肝疼 她还要追问 刘秀英冲下楼来 流着泪说 梅大姐 你走吧 带着欧阳离开这 快走 我求求你 快离开我们家 何世飞紧跟着追了出来 瞪了眼刘秀英说 怎么回事 老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真叫人家笑话 说着就给拽上楼去 几书进了一滑坡天空 何维从旁边的楼梯跑下来 不没就里地冲到妹妹房间 兴高采烈地说 看 这是欧阳编的诗集 精彩极了 说着就把小册子递给妹妹 何韵十七眼泪 惊恐万壮 他借过杨梅剑出窍的小册子 只看了一眼 九阿地大叫一声 倒了下去 何维吓得不知所措 一问之下才知道 欧阳平对妹妹说 他已经有了爱人 何维觉得欧阳平 负了合运的一片深情 一气之下 要赶欧阳平走 欧阳平很痛苦 他要走的 他是要走的 而且 他走了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 他现在唯一要拜托 何维一件事 帮他照顾妈妈 何维的气已消了 就说 这不用你交代 我会照顾的 现在我就去拿换一报告 他刚走到门口 又打了个转身 宠欧阳说 就算你要走 也等我回来再走 何维刚走 何时飞就从走廊里 满脸气的走出来 向欧阳大声道 你干的好事 难道你要把小冰逼死 你把他气成什么样子了 何时飞非要找名利告状 欧阳拉住他说 何伯伯 妈妈刚睡着 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差了 何时飞不听欧阳的话 硬要去推梅林的门 何时飞终于去推门 梅林就出现在门口 厉声道 怎么 要赶我们走了 何时飞很有些狼狈 就错过去说 哎 梅大姐 我这是 你看 有些话 我本来不该说 不该说 那就别说 可是我 就是想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对吗 这 这怎么说呢 直说 今天你们来 我是衷心欢迎的 那好 平儿 咱们就在这儿 安营扎寨 救他三年五载 可是秀阴也闹 小云也哭 家里弄得鸡犬不宁 这是要下逐客令咯 我没这个意思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懂了 我们妨碍了你 不不 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 我有这个意思 不 您别误会 三十年前 是您救了我和我一家 今天 我又何尝不想 替您做点事呢 好啊 我是有事找你 要你给我写个证明 证明 证明我四七年 一直和你在一起 那当然 不过 郑伯志如何回答呢 何云要单独 同梅林谈话 何时飞就和欧阳走了 何云脸色难看 内心痛苦万壮 一进门就流着泪说 梅伯母 你让欧阳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 梅林说 他们是要走的 同时直率地问 何云爱不爱欧阳 何云说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爱欧阳 梅林说 这就对了 他可从来没有 一天忘记过你 何云抹了抹眼泪说 他 他说他有爱人了 梅林大笑说 大白天地说梦话 他有过什么爱人 他心里只有你一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何云突然猜到了 欧阳平的意思 更为感动 失手痛哭地搂着梅林道 梅阿姨 你们还是得走 必须得走 何云一个劲地 让梅伯母催欧阳离开上海 梅林认为出了什么大事 何云又不说 梅林一阵肝痛 就昏了过去 这时 看见爸爸妈妈 从楼梯上下来 何云就冲过去说 你们要救救欧阳 他们要抓欧阳 何世卫忙问 谁要抓欧阳 刘秀云捶打着女儿 让小云不要说 何世卫紧追着问 小云 谁要抓欧阳 快说 也许还能想想办法 何云大哭地说 欧阳 就是全国通缉的 那个反革命 她哭着 跑到自己房间去了 何世卫 刘秀云 都弄住了 那何世卫 来回走了几步 一转身就上楼拿衣服 看着是要出去 刘秀云忙拦着说 不能 你不能再干那种事了 何世卫一弄 不能什么 刘秀云说 不能再干九年前 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何世卫紧住了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刘秀云说 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不疯 我也不傻 我就是憋得难受 何世卫 夺来夺去 突然凑近说 我也是给逼出来的 是造反犯 逼我那么说的 而且 那是上面的意思 我敢说一个不字吗 我好不容易 才取得唐有才 他们的信任 没他解他 不能怪我 要怪 只能怪政治斗中 太残酷 刘秀云问 那现在欧阳呢 没人比你害欧阳 何世卫 演出一转说 欧阳他一个跑堂的 冲什么好汉 他反正也跑不掉了 可是一出一进的 对我是天壤之别 何世卫 绝不也放过 立功勤赏的机会 要出去向唐财告密 刘秀云不贵切地 拦住他的去路 何世卫 一脚踢翻了妻子 向门外跑去 刘秀云忍着胸口的童童 赶紧喊来何云和欧阳 他发疯了大声说 欧阳快走 背着你妈快走 家里有鬼 话未说完 就晕倒了 妈妈让何云站上楼去 欧阳进屋 一会儿拎这个旅行带出来 何云也下楼来 催促说 欧阳快走吧 梅伯母由我负责照顾 欧阳平突然发现 何云手里的诗集 何云说 这是你编的吧 我很喜欢这首 清明撒泪 纠和醉 血雨腥风 卷地飞 当心民心 不可污 于无声处 听惊雷 欧阳平说 我只希望同志们 看到这首匕首的闪光以后 能够坚信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何云激动地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对我说呢 必要是 我也会化作匕首的 两个人难舍难分地分开了 没从向欧阳刚走的门口 就给何世飞 声拉硬拽劝了回来 这时 刘秀云从楼梯上下来 尽叫了一声 欧阳 你怎么还没走 何世飞赶紧死命地 把她往楼上推 一边说 哎呀 你这个疯便可怎么办呢 刘秀云掙扎着 欧阳 你刘阿姨没有疯 这时 欧阳定下决心要走 礼物却传来没礼的呼唤声 欧阳平进屋去了 何世飞下了来问何云 欧阳没走吧 何云说 还没 要不 林医送他们到乡亚外婆家吧 何世飞淡然一笑说 这么做 好吗 你和我 可都是共产党员 何云说 我相信欧阳也是党的中重战士 不是党通缉欧阳 是他们 党会战胜他们 你看 欧阳说得多好 说着 他就把师弟递给了何世飞 何世飞一把给抓过去 眼里放光了 就说 小云 你看得好 我们应当坚决检举揭发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们必须大义灭亲 必须把他交出去 何云这时候才清醒过来 只可惜 他发现得太晚了 这时 何云冒着大义从医院回来 说他们家周围 怎么近时间黑影 何世飞冷酷地对何云说 人是我叫的 唐又才给你留了个立功的机会 命连在七点之前 亲手逮捕欧阳平 何云一刻不停把欧阳叫出来 催他说 快走 快点想办法跑吧 他们要来抓你了 何云的话 是欧阳平和刚到客厅的何卫 都感到十分吃惊 我这个小吃店的服务员 就因为编了几首小事 说了几句真话 居然惊动了张春桥张大老爷 闹得他们兴师动众 鸡飞狗跳 要是有十个人站出来说真话呢 要是一百个一千个 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站成了说真话 说自己的心里话 那么张春桥们又该怎么样呢 时钟缓缓地达了六点 乌外大雨倾盆 欧阳突然想起那张话音报告 忙闻何为 我妈妈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吗 何为捏了一张小纸条 颤颤地说 该晚期 大家都哭了 心都住在一块 都没办法面对这个结果 反倒梅林 他好像遭遇预感似的 自己从床上下来了 把孩子们都叫进屋 意味深长地给他们念了一首 陈老总的梅林三章 南国枫叶中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 当纸钱 说着 他把提包塞给欧阳 这里面有一份写给党中央的揭发材料 梅林说 孩子 万一我 你一定要把他送到北京 一声钟响 何时威走下楼来 说道 六点半了 梅林说 不用你敢 何时威一闲一笑说 说得对 这回不用我敢 有人来请欧阳 梅林警忙问 这怎么回事 欧阳平回答说 没什么 何时威凶狠地说 没什么 说得轻巧 梅他姐 你这个儿子 是个罪大恶极的 现行反革命 逮他的人 已经等在外面了 梅林听爸身子一晃 问道 孩子 你做了点什么事 欧阳平扶助母亲说 我编了本悼念周总理的诗集 杨梅健出鞘 梅林舒了一口气说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欧阳平说 我怕你担心受怕 梅林笑了 你呀 妈妈这个老共产党员 是你捏的吗 我这儿 不是也有一把出鞘的利剑 到了跟那些人算总账的日子 党会硬得着的 娘俩正说着话呢 何时威突然憧憬无憾 好了 一块走 手呢分别了 何卫疯狂地质问何时飞 你到底还有点人性没有 没薄膜的病 也许只有几天了 何卫发觉自己誓言 梅林平静地向欧阳 要了两块饼干对何卫说 大卫 我要向你们医生宣判个死刑挑战 说不定哪一天 我还准备回部队带兵打仗呢 就在这时 刘雪云脸上 手上满是血痕 朝楼下喊 孝云 孝云 刘孝云一手紧紧抓住梅林的手 一手指着何时飞说 没他姐 要害欧阳的是他 九年前一些假材料 证明你是叛徒的 也是他 突然间 何卫抄起花瓶就要砸 把何时飞吓得连连后退 何时飞游伦刺地说 当时情况复杂 我本来 可是 可是 叛徒 你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出卖同志 出卖灵魂的叛徒 你们骂 你们骂 反正还有五分钟 五分钟 何云不顾一切地扑向欧阳平 紧紧抱住他 哭着说 欧阳 我跟你一块坐牢 欧阳鼓励何云 不要这样 革命流血不流泪 你别忘了妈妈交给你的任务 这时 何卫抹着眼圈 提这个小皮箱走屋里出来了 他对欧阳说 这个家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你走了 我要送梅伯母去找我的老师 我们一块来试试向死神 也向他们挑战 哦对了 还有诗集吗 再给我一些 这时 何时非贼头贼脑地探过来看 何卫举起试集说 用不着这样 快去举报吧 明天你又能卖个大价钱了 干脆 我把升官发财的秘诀全告诉你吧 这屋子里的人 让你卖完了也只不过是五个 应当到大街上去做这个买卖 是啊 中国有八亿人呐 始终沉正了 打了七点 欧阳就要走了 而紧随其后的 还有妈妈 还有刘阿姨 还有何卫 还有小云 何时非绝望地问 你们 你们全都走了 没有人理他 何时非又说 梅大姐 你也可以留下来 我再去跟唐有才说 梅林朝何时非灭了一眼 就说 走 她转身去求何卫和妻子 大卫 秀英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们啊 刘秀英毫不留情 拨开了何时非的手 何卫拉开了客厅门 外面风雨在呼着 请客间 偌大的房间里 就只剩下何时非一个人了 黑沉沉的天空下 蹦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 她惊恐无力地倒在了桌边 她知道 她什么也留不住了 秦桧 她发明的莫须有定案法 对目前公共某些人的专政大有用处 现在 上拜倒希望我们研究一种普及的手术 什么手术 前口术 就是把每个人的嘴唇上下打两个眼 牵丝一穿一拧 中国老百姓的忍耐精神实在是太好了 要是有十个人站成了说真话呢 要是一百个一千个 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站成了说真话 说自己的心里话 那么张春桥们又该怎么样呢 叛徒 你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出卖同志出卖灵魂的叛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including 你組繁位 Dodgeinge impressive 扇展准备